《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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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被承扰要过年的时候 要去打扫整个金石堂 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法入行 我没有想到就把这样多的东西给买做 所以做的时候有埋怨 开始就是要所谓的寻法这些东西 然后就有慢慢的就有法入行 所以变成到现在我们觉得说是 这个是我的福田 我去跟 要感恩他们 感恩分会 感恩师姐姐他们给我们这个机会去付出 那时候已经加入自己了 然后就有去到很多关怀机构 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就跟那些老人家互动 要喂他们吃东西 那时候也是伤人的禁食 因为跟我们讲说 世上两件事不能等 行善行孝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 自己在付出的时候 也觉得有一点 心里有一点 怎样讲 有一点矛盾 因为自己的爸爸 那时候在马来西亚也是将近要80岁的 然后就想到说我在新加坡 然后一次去付出 然后自己的老爸 也没有来陪伴他这样子 过后就妈妈就不幸的往生 然后那时候就是对我的是有一种遗憾 一种后悔 所以上面也讲到说 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不能再后悔第二次了 所以就这样的回来 所以希望说 可以照顾爸爸这样子 其实我们不是一生人 就是赚钱 然后去游玩开开心心 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在那里 是可以身体力行 是可以付出的 尚能让我们机会 在每一个志业里面 启发我们的悲心 唯有悲心 我们才可以走路人情 走路人情 就是行菩萨道 感动父母亲 给我这样好的身体 给我这个生命 然后身体还健全 可以去付出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上人 他给我悲命 让我看到 找到我生命的价值